小九 有些话 我一直想对你说 都在里边了 小九 闻家人告谦 得王后之尊位 鱼之心 呼呼吸如有诗 落泪系 泪满尽 强笑系 痛彻心 鱼独连家人不在 忆恨于当年之决意 另辱身所深谷 终不得心之常乐 于今日未如 若有朝一日 不欲再受深功之苦 千山万水 余定生死相随 余愿春风秋月 夏日冬夜于此 戴青 终于出现了 你吓死我了四密兴君 什么出现了 转机啊 叶青提的这封信就是你的转机 四密兴君 我跟你说啊 王军他现在对我可好了 我在想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这情节何时才能立完啊 我也没有想到 王军竟会对你放下帝王尊严 可叶青提对你的真心 或许就是帮你立劫的契机啊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本以为宋玄人会将你忘记 立他人为后 那这情节也就算是立完了 可现在呢 帝君的时间可不多了 留给小殿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 我明白你说的意思 可是 可是 可是帝君的 再说 原本 叶青提跟这件事本来就没什么关系 而且 之前周梦熙不是也没牵扯其他人进来吗 可他早就已经被牵扯进来了 当你改变了本应由周梦熙所立的情节时 所有的一切都随之发生了变化 周梦熙一生孤苦 她在宫中是熬死的 她并不爱宋玄人 但又不得不应付着宋玄人对她的喜爱 而你却一直用真心回应着宋玄人 这才导致了帝君的情节变数难测 修为迟迟不得修复 小殿下 殿下 王军来了 王军 您怎么来了 我刚还和沐云说要过去看您呢 本王想你了 你也像本王对吗 吓他了 为什么害怕 以前是本王做得不够好 让你不安了 从今以后 你不用再害怕了 在这王宫里 本王的爱就是你最大的武器 随意挥霍 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 本王相信 终有一日 您会把心托付给本王的 帝君 此番我若再不恨心 事情就更加麻烦了 你千万别怪我 多谢 为何本王上个月要的三件常衫 一件都没做好 去催 殿下 不是奴才没去催 只是宫里的织造 他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 都在忙封后大典的衣服 我们这边实在没有办法了 宫中的织造有那么多绣娘 一个封后大典能用多少人手 他们分明就是堂死敷衍网 再去随 奴才听说 这次可算是宫里史无前例的大事 听说那王后 要做大礼服一套 锦服九套 凤冠三顶 还有银树皮 天马皮 刁皮各一件 王军还说 要赠送宫里的嫔妃和大臣们华服 专门用来参加大典 行了行了 别说了 都下去吧 是 殿下 又有何事 刚才有人说 在府门外发现了这封信 拿来 下去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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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为何约本王来这里 殿下 我回了一次重安国调兵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 就等殿下找一个最合适的时机 我们里应外合 这件事情就成了 那你想怎样 殿下找一个时机 你的人帮我开门 我的人进城作乱 然后我们声东击西 攻入亡灵 到时候一箭双雕 我拿回我的灵壁石 而王军 则死于内乱 没有人会怀疑殿下 殿下就顺利登基成王 本王倒有一个 甚好的时机 何时 本月八日 宫中举办丰厚大典 届时宫中的宫人们 会陪同王后一起出宫 去宫外的神庙 祭拜天帝 宫中的侍卫 会陪同王军和新王后 一同立宫 或许 这是一个不错的时机 那太好了 殿下 叶将军 也会离宫吗 你也知道叶星庭 我在重安国的时候 听过叶将军 听说此人 骁勇善战 如果他在宫内的话 对我们的计划多有影响 若是他不在 那就真的太好了 这段日子 阿芒会在殿下身边 保护殿下 并在你我之间 传递消息 殿下 掌握时机就好了 阿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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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芒